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旅游业大受冲击 看到台股上市上跪公司 例如雄狮、凤凰等6家旅行社4月的营收 相较去年同期皆是超过85%的下滑 而旅游体验电商KK Day自然也是首当其冲 KK Day的营域销售长黄昭英透露 跟过年前的业绩创新高时相比 疫情最产时的营收低于一成 不过从过年到6月 台湾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渐趋缓 KK Day想尽办法拼回营收 虽然距离原本的成绩还有一段的距离 但相较最惨的期间已经有4到5倍的成长 这也足够让人振奋人心 而KK Day这段时间他们做了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6月10号 陈军毅所撰写并刊登在创业小剧更王的文章 在疫情期间呢 KK Day其实做过很多失败的案子 像是3月尝试卖脚鸟行程都达5折或7折 也投入了不少的行销资源 但是呢根本没有人敢定 营销长黄昭英说呢 在找到疫情期间营收的成长动能之前 KK Day还真的吃了不少的苦 而第一个出现的转机是伴手礼业务 KK Day靠着跨境电商 像日本、韩国输出台湾的猪肉干、蛋黄酥、玉和包、艾文芒果等 占了海外市场业绩的5成 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 得知海外旅客每次来台湾 特别喜欢订台湾的水果到饭店享用 所以疫情期间KK Day也将业务升级 让水果可以跨海送到家 书写旅客无法出国的烦门 除了向外输出台湾农产品 对台湾民众也贩售国外的热卖商品 例如韩国便利商店GS25的谢黄膏 顺制请部落客帮他们推销 进了一个货柜马上就卖完了 第二个春起KK Day营收的是国内的户外活动 例如露营、离岛、踏浪行程等 无法出国的台湾人 仍压抑不住蠢蠢欲动的初游星 开始寻找国内旅游的新去处 为了避免群聚也让户外活动行程爆红 虽然户外活动抑住了不少营收 但黄赵英认为户外活动的热卖只是短档 现在KK Day的目标是庞大的暑假商机 夏令营客群 应该要去想的是更远的以后 像是暑假你的客人以前都去哪里 现在有哪些的替代产品 KK Day从500万会员当中过去的消费模式搜寻记录中发现 过往暑假期间许多的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到国外参加夏令营 现在呢这股需求有机会转往台湾的本地 而在台湾这样子的行程是比较少见的 KK Day跟供应商协调打造夏令营商品 也发现台湾旅游业者的灵活性 黄赵英说以前做亲子出国的供应商 有办法在开完会之后的一两天内呢 就把行程做出来马上就能卖 但在疫情期间甚至是疫情后 对旅游业来说挖掘需求 创造产品的形态只会越来越多 也考验我们的应变能力 因为疫情后的旅游业会很不一样 除了要知道旅客需要什么以外 还要能够快速的改变 这将会成为年底前的关键 除了夏令营之外 黄赵英认为这也是旅游产业的转型 提升环境的大好机会 过去台湾国内旅游受到国外目的地竞争 举例来说台北人要到蓝宇 要先花4小时以上坐火车到台东 再坐2.5小时的船到蓝宇 以足够飞到日本冲绳来回还有剩的时间 这样的情况让许多台湾旅游商品不是根本不存在 就是为了蓝客价格下杀到见邪 再来拿小琉球举例 标榜浮潜能看到海贵的行程只要250元 因为他们以前服务的对象是学生 都是国内旅游的游客 但现在出现了一群本来不常国内旅游的人 这群人在市场上原先不存在 不会接受原本的服务形态 要怎么样做得更精致更符合需求 就要仰赖解读市场的能力 在这段期间内 KK队便担任协助旅游业者升级的合作伙伴 同样以潜水为例 是不是可以找到更私密的景点 更精致的包装 把产品做得更符合现代人的规格 协助旅游业者升级 并解决旅游产品的细节 不只为了抢救营收 而是更长远的未来 当台湾本地的旅游产品走向精致化 有一日国境开放了 同样的行程也有机会拿来卖给外国人 拓展出更大的市场 最后黄游业引用了疫情间最常出现的一句话 不要浪费一个好危机 现在就是那一个好危机 现在的你正在危机中吗 危机看起来会很绝望 但在危机之时往往是提升自己的时候 在我的信仰里面常常提到一句鼓励的话 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即便各种变化和挑战等着我们去参与 但是再难的事情都有可能找到新的出路 让自己改变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 帮助每一位正在危机当中的朋友 能够让危机成为转机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接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